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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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早期在做台灣雞味酒的時候 其實就是一個隨手剪一個東西 覺得風味可以就可以 但是到後面的時候 你剪過來的材料 你會去想 那這個材料背後的故事是什麼 然後跟我想要表達我自己的故事 能不能融合在一起 其實台灣不是這麼的大 但是它的文化 跟它可以讓你學習到的東西 遠遠大過於土地的面積 我自己很喜歡台灣的香瓜 尤其是美濃的部分 那種土壤味 然後碰到一些鹹savory後 帶出來的滋味 很適合跟一些古物類的 中心烈酒做一些混合 然後因為台灣四面黃海 泥梅 煙燻 威士忌 搭配了灑下來的綠豆粉 像是落下來的雨一樣 台灣的二次街際雞尾酒 其實都是我經歷過跟我看到的 很漂亮的景色景象 譬如說我們裡面有做到水性玄餅 用金銀花 那那個時候我看到的 就是清晨的露水結珠 在植物上的感覺 所以我們的二次街際是有畫面的 然後那個畫面不只是你看到酒的畫面 還有當你在說這些酒 介紹這些酒的時候 它就是有畫面 把你帶到那個當下 感覺二次街氣 它一直在你身邊 我們四季調酒的發想概念 從春天開始到冬天 其實有一句話很熟悉 但大家可能都忘記了 春跟夏雲秋收冬場 所以春天我們想要產現出來的東西 是energy 有活力refreshing 對然後到了夏天的時候 想要的東西是比較濃郁啊 水果啊香草的結合 然後到秋天的時候 正好在季節轉換上面 風塘 落葉 然後醃漬 比較像是去感受 東西正在轉變 從夏天轉到秋天 秋天要即將進到冬天 淋下去 然後我們再淋下去的這個同時呢 我們希望把這個蓋子給蓋上 為了讓人家看到這個景象的時候 彷彿像是看到了橡木桶裡面 在熟成的過程 把這些的味道透過雙醬 再還給了這個大地 然後到最後冬天就是比較圓融飽滿 然後帶溫暖 天氣很冷 所以大家想要喝熱的 那雞尾酒怎麼做 熱的雞尾酒的呈現 到了二四節氣的最後一個節氣 它叫大寒 顧名思義就是天氣非常的酷寒寒冷 它讓我聯想到的就是 Jerry Thomas的Blue Blazer 讓我們想去做一些它的改變 對 所以我們把風味 我們把溫度 我們把感知照著四季 一個一個呈現出來 我覺得透過這堂課你們可以學會的是 如果你是專業調酒師 你可以學會的是 怎麼把自己的酒吧帶到國際上 那對雞尾酒的愛好者的話呢 你會重新得到一個機會 去認識台灣 然後去了解台灣它的自然原物料 有多麼的豐富 然後做出屬於你自己的經典雞尾酒 看看好幾個月 離開 不然是要你自己的朋友 做出屬於你自己的詐證